請你幫我們說一下這一次你會突然說要宣布退學嗎 我想確實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決定 這是一個很痛苦的決定 在我們宣布參選之後其實包括在我們宣布參選之前 我想大家都知道四年前我曾經參選過立法委員 我們也曾經爭取過希望有機會能夠承接前輩們的棒子 這幾天我們在基層受到非常多的鼓舞 其實坦白講基層的熱情遠超過我的想像 坦白講我覺得用全民調我們一定有機會取得勝利 但很抱歉我想我常常在講參加這個初選 是希望能夠為這個政黨增加多一點的新的年輕的戰力 但離開這個初選我希望藉由我的離開 讓這個政黨能夠更正式青年世代傳承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當市長部在所謂的這個投票決定 三期黨員投票的跟這個七成的民調這樣子的一個比例 對我來講反而一切回到了四年前 充滿著濃濃的這個記事感 坦白講全民調行之有年 在各個所謂的不管是議員的初選 縣市長的初選 市長的初選 都採取用全民調的方式 因為全民調有幾個好處 第一 全民調相對於黨員投票更貼近真實選區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第二點 全民調並不麻煩我們熱愛的基層 並沒有要強迫我們熱愛的基層選邊站 並不會撕裂基層的這樣的一個感覺 第三 大家都知道全民調是最簡單的方式 不勞民傷財也不會在這個地方有太多更多的爭議 所以我想當整個市長部做出回到所謂三期黨員投票的比例的時候 我心中仍然是一個質疑 如果這個選區的前輩經營了這麼久 有這麼強大的這樣的一個力量 為什麼你不敢用全民調跟年輕的時代做正面的對決 為什麼你們要堅持採取用黨員投票 過去這麼多年來 國民黨的黨內選舉只有這個地方在用黨員投票 只有這些地方在用黨員投票 黨員投票的水有多深 我想只有經歷過的人才知道 黨員投票裡面有多少的貓膩 我想只有經歷過的人才知道 所以當整個市長部做出所謂仍然堅持三期比例降的一個選舉制度的時候 我告訴我自己 一樣的導演 一樣的劇本 但很抱歉 這一次我不會做你們的演員 一樣的導演 一樣的劇本 這一次我不會再繼續的花錢去做你們的演員 我不願意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所以我想很抱歉 我再一次的強調參與這樣子的一個初選 是希望我們幫這個政黨增加更多的戰力 離開這次的初選 我希望社會大眾能夠更重視這個政黨 世代傳承的這樣的一個部分 我也衷心的希望在這條路上 在年輕人爭取更多學習機會的這條路上 我是最後一個導向 好 謝謝 所以你不參加初選 但是你會繼續參加立委的選舉 我想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偷黨參選不會是我人生中的選項 我自己的信念是這樣 這個 越暗的地方 越來越有一點小小的微光 我們不知道我們自己能夠盡多少力量 但我們知道這個社會 如果因為我們有一點點的改變 這就是我們從政最大的價值跟群眾 所以我想我不會做出偷黨參選的這樣的決定 那你怎麼看許小欣說他要參選到底 我佩服許小欣的勇氣 但我再次強調 黨員投票的水很深 黨員投票的貓膩 只有自己經歷過的人才清楚 我衷心的期盼 發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 不會發生在身上 我相信他是勇敢的 我也很佩服他的堅持 但我再次的強調 在我這個選區 一樣的導演 一樣的劇本 這一次我不會去做他們的演員 我想問一下 因為大家就是等於是 這樣就覺得 我也是賴世保委員過關嘛 那想問一下說 那未來有沒有可能 跟他一起來偷選他 我覺得這件事情 可能要 讓我們有多一點的時間去做思考 我想賴委員用盡了各種方法證明說 他有辦法繼續在這個選區裡面 繼續的這樣下去 那我想 對於這整個政黨 對於總統的選舉 我會竭盡我的所能 繼續的就為我所相信的價值奮鬥 但跟我價值不一樣的人 我想我會再考慮這樣的一個情況 請問一下說 因為徐曉晴說 被洪泰有打電話給那些委員 那據你所謂是賴世保委員 怎麼會這樣子做 我自己有接到很多的電話提醒我說 有很多的前輩們正在打電話 給這些所謂的委員們 去做所謂的官縮 去做所謂的施壓的動作 我的助理其實也不斷的打電話問我說 我們要不要做相對應的事情 但我跟他講說 在投票之前去影響這些人的決定 是沒有意義的 我曾經跟市長部主委表達過 我希望能夠在現場跟各位委員們 表達我們為什麼希望採取 用全民調這樣的一個方式 全民調的優點是什麼 還有我再次的強調 今天是31號 一直到現在 現在是兩點半 黨費繳到四點 在這之前 在四點之前繳黨費的人 都可以成為投票的對象 所以剛才我有看到徐曉晴的記者會 徐曉晴說他現在拿不到黨人名冊 對因為現在根本沒有確定有效的 投票黨人的名冊 這個名冊到現在是還沒有出現的 我沒有辦法接受在登記的時間點 選舉人還沒有確定這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市溫這樣子的一個選舉 你覺得會是公平的嗎 你覺得會是沒有爭議的嗎 所以我認為在一個沒有爭議的狀況下 採取用全民調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才是一個公開職球對決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但是黨內的各位前輩 仍然堅持採取用所謂的 比較有爭議的方式 勞民燒彩的方式 甚至會撕裂基層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不知道他們所為何來 我只知道說 我看到了他們想贏的企圖心 我也看到了他們想贏的決心 但我再一次的強調 一樣的導演 一樣的劇本 這一次我不會再做他們的演員 因為現在也有人就是想說 因為是三七嘛 那其實全民調還是戰七 那為什麼你們還是會覺得 就是說對你們是不利 是因為他裡面還有 有涉及到要對比跟不利 我覺得第一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四年前我跟王宏威議員 我們兩個都爭取所謂的這個 立法委員的這樣的一個初選 其實民調的部分 我們差距的非常非常少 但在黨員投票的時候 我們兩個各自以1比9 跟8比2的比例大輸 我試問我們的表現 在黨員的心目中 你告訴我三七我都嫩 1比9 2比8 王宏威 徐鴻庭 那坦白講這裡面水有多深 有多少貓膩 我想大家應該非常的清楚 我不想要再多說什麼 但是我只能就是說 在黨員結構裡面 坦白講 在黨員結構裡面 所塑造出來的這個差距 絕對不會是民調能夠去擬平的 因為我們目前的民調 是採取85%的對比 再加上15%的互比 所以兩個人的本身的差異性 最大會差在哪裡 會差在那15% 對 所以 但是我還是請黨專家思考 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當民調做出來 年輕世代跟老的世代 都有機會打贏民進黨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要採取的方式是什麼 有些人可能認為說 喔那這個就是維持習慣的好機會 但對我們來講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看到的是 這是傳承的契機 這是給民進時代接棒的機會 當兩個人都可以打贏民進黨的對手的時候 在這個選區裡面 其實是不是應該要做到傳承的事情 所以坦白講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裡面 坦白講 我再次的強調 黨員投票的水很深 我相信 隨著時間的過去 大家會慢慢看出來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再次的強調 我一直在講的 一樣的導演一樣的劇本 這一次我不願意做他們的演員了 那下一次呢 下一次 如果說還是用370就會出來 我們還有下一次嗎 四年後 四年後我也年紀大了 說老實話 我覺得我自己的信念就是 該有傳承的機會 該有傳承的機會 坦白講 四年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現在不敢說什麼 但是說老實話 我覺得 如果有更適合的年輕世代 如果有更適合的人選 或者是如果 當然如果老前輩仍然堅持的話 我仍然會選擇跟他打一仗 對啊 但是如果有更好的人選 如果有更年輕的世代 如果有更適合這樣的一個部分 我的個性很簡單 我不是那種會站著位置 不做事的人 該做的事情做完了 我就會離開 那這個就是 這一次的世代交替 比較激烈 但是好像 感覺世代交替沒有成功 大家會不會覺得很惋惜 因為這次 兩個選舉都遭受到這樣 我一直坦白跟大家講 就是 為什麼我們年輕世代 會很著急的 希望出來有更多學習 跟傳承的這樣的一個機會 是因為我們都看到了 從世代上面來看 從人口結構上來看 國民黨快要沒有時間了 國民黨快要沒有時間了 那如果 如果沒有相對應 足夠多的年輕世代 能夠有足夠多的歷練 去堅持未來 國民黨所堅持的 這樣的一個道路的時候 未來這個政黨 跟這個國家 我相信他們的時間 應該也沒剩多少 那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當然會惋惜 因為我們的初衷 就像我剛才講的 我們的初衷 就是我們希望 為這個政黨 增加更多的新的戰力 我們希望做到 世代的傳承 而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我希望這是我們加入初選的原因 但我剛才也特別強調一件事 我的離開也是為了這件事情 我希望大家能夠藉由我們的離開 去真正的意識到 現在真的是傳承的時候 現在真的是交棒的時候 好 可以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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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ck 謝謝 經 嗢